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聖魯寧座教堂 更加是澳門三大古教堂之一 這裡遺留了很多蒲國歷史的足跡 不知道為什麼 有很多香港朋友都問我 澳門為什麼這麼多地方 都叫做潛地 其實你們想得比較複雜嗎 其實潛地的意思 就是前面一塊空地 這些算是蒲式的中文 原文是拉固, 即是地方 其實澳門跟香港一樣 很多地方的名字都是由外文轉過來 就像這裡叫阿婆井潛地 蒲文的意思是山泉 這裡以前是澳門主要的水源 又靠近內港 所以是蒲國人 在澳門最早的聚居地之一 在澳門前, 約時轉眼變暗地 拳頭若美飄輸, 絕美景致難獨遷 當滿足自身的臉 一生能拍幾多次 相傳當年葡萄牙人來到澳門 就在孖閣廟附近登陸 後來向漁民查探 得知這裡叫孖閣 於是順手將澳門譯做麥靠 說實話, 澳門這麼多航海歷史 真的告訴你, 我真的不知道很多 在你小時候不用心讀書 你很多次 不過不要緊, 澳門成立博物館夠多 在孖閣廟旁邊就有海事博物館 可以了解中國和葡萄牙以前的航海歷史 那就去看看吧 博物館的所在地 據說是當年首批陀國人登岸的地方 這裡主要介紹澳門漁民的生活情況 中埔兩角海事方面的發展歷史 還有各樣航海技術 和海上交通工具的資料 阿肥, 拜託你好好在這裡學習一下 今集我們介紹過的景點 就是屬於中埔交匯之旅 大家只要跟著路線圖 還可以玩其他景點 澳門周圍都充滿歐陸風情 就連酒店都以歐洲宮殿作為建築主題 大唐中央的黃金大道 就用了78塊純金磚鋪砌而成 而正門的兩旁 還有兩架仿古馬車 讓大家扮貴族拍照留念 而每天還有御林軍換綱表演 難怪酒店都可以成為澳門的打卡熱點 不敢聴穿 以上